好,大家早安,我是美妮,然後自己有一個專案是情人的專案,我在下午就跟大家報告中一回來課。 那我今天的,你們在網上一看,就是我今天的工作是幫我的學生提到。 那他們現在沒有辦法過來,他們是在補習,是中文的時候會來課,請大家協助他們。 那這個是我們在課程裡面,他們想要做個減少盛視的部分。 那他們想要協助的是全家便利商店,在更好的去用這個友善時光的部分。 那為什麼是全家呢?因為第一個,他們希望你不知道其他的超商。 第二個是,全家其實已經有非常多,我相信大家都看到,終於是聽我講。 這個投影,我相信等一下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 然後中午四個漂亮的能人來課之後,你也可以直接去問他們。 那為什麼他們超全家? 因為全家目前已經對盛視最多為的字母超少,就是地統中盡成熟。 但是每個月還是有百分之三十的盛視,所以他們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他們認為呢,有一個部分他們想要試試看,他們的假說是距離。 就是假設各位想要買那個7折的東西是很遠的,那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去用它。 那他們想要試試看,其實這個解決了之後就可以幫助,就是全家便利商店可以減少盛視。 那他們講的方法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仍然可以去買,但是有人會幫你送過來。 那他們想要每個弱勢的這個字母超少提供能力,而就是企業,因為企業責任的時候, 他們可以去說服他們用捐款的方式去協助慈善機構去做無業者的這一個就業的指導。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他有三個好處,就是全家也很少的盛視。 消費者也盡了一份心力,而無家者他也有工作,他想要做這個部分。 那他們有研究過7折,7折是消費者還是要自己去吃吃吃吃吃吃,要花錢。 那他們有去詢問過一些文化團體其實是有意願的,他們也訪問過林立基金,那他們有給很多的好的建議。 那他們的目標的企業是那個王宇慶的新聞基金,他們本來就類似的這個機構。 但是我們被林立基提醒就是說,這樣子的那個就是食物的暗員可能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想,他們想另外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就是,各位如果去選搭避你想點,然後給了一些點數, 你可以把這個點數捐給某一個系統,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可以接受這個弱性滿體的深層,尤其是學校的愛情媽媽, 或者是學校知道說有沒有早餐,沒有午餐,沒有晚上的小朋友,他可以去登記。 那這個點數,你接到了一程度的時候就可以,就適應給學校的愛情媽媽,讓他們去購買的鮮食。 那這個錢,錢的部分就沒有問題,就是愛情媽媽可以直接去附近的便利商店去購買。 那以上是他們的提案,如果各位有任何訊息可以協助他們, 請勿必要再照顧給他們一些支援。 那如果沒有沒關係,去幫我們鼓勵一下, 如果是他們願意過來,甚至很厲害的一件事。 謝謝大家。